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一段连线当中 我们已经两到三次的听到了虚拟现实这个话题 那今年在展会当中 虚拟现实会不会成为一个大热 有很多核心技术的突破会展示出来 非常非常大 我们现在为什么聊这么多消费电子事件呢 就是要在他开幕之前聊 就是主要是说我们买股票也好 买的是预期 肯定要是提前预期就买进去 要等他大家都在聊的时候呢 可能就已经晚了 那么今年的消费电子展最大的一个 我觉得就是虚拟现实 就是VR 那么去年开始呢 这个词大热之后呢 今年以来表现 所有的这个相关股票表现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产品 包括刚才我们说过的 索尼的 Alculus的 还有HTC的 HTC主要是跟Goal合合作的 这些他们的头盔产品 现实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当时国内我们有看到 什么的本土品牌也有的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 今天CES会有很多的场地 都是给这些 这些厂商来发布的 那么包括这个游戏是最大的一头 那么游戏还有这个 跟电视相结合的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 就是说什么呢 VR的火热也带动了PC的销售 因为VR一般都跟PC 高端的PC呢 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PC里边呢 包括这个CPU Memory 其他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的高 所以说呢 我们说不定会看到 这个传统的PC厂商 和它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供应商呢 反而是VR的最大的 这个受益者之一 那么这是一个 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个现象 像我们以前也推出来的 像NVIDIA全球最大的这个图像 处理芯片的厂商 最近一年的这个涨幅也非常多 那么也是百分之百 受益于VR这么一个行业的 包括声音图像 计算机的这个处理能力 都是很有用的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驾驶技术 不管说是无人驾驶技术 也好还是这个Smart 就是这个智能驾驶技术也好呢 这个CS越来越像一个车展了 我前两年去过CS的时候 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多车厂 现在车厂越来越多了 这个 那这方面呢 就是无人驾驶技术呢 在加州 在很多 在美国的很多地方呢 现在已经在测试方面 允许上路了 而且这个结果也是不错的 那么当然说在很多的地方呢 还是以智能驾驶为主 包括智能帮你这个换线啊 加速减速啊 停车啊 安全性啊 这方面我觉得是 这个最大的 现在来说是最大的一个 那么无人 真正进入到无人驾驶呢 可能还是要到十年 或者甚至以后 但这这中间呢 很多的技术呢 都是可以慢慢慢慢的 升到我们的这个 汽车还有驾驶机关当中去的 那么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们看到就是像无人机 无人机呢 前两年比较多一点 现在呢 看到就是无人机这个 群雄并起 没有说哪家很大的 很多很小型的公司 做出无人机的这个产品 也是非常亮丽 所以说 并不见得就是我们以前知道 大疆国际是很好的 现在继续有很多 比较好的大疆的这个产品出现 但是像美国很多很小 还有包括欧洲 以色列很小的公司 它做出的产品 也是非常的亮丽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能说你 今天的产品很好 以后就一定 接着做老大或老二的位置 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叫全网络电视 这是一个像这个 Netflix这种类似的 但是有不太一样 那么像全网络电视呢 就是说 它也是跟VR 它和虚拟现实 是结合在一起的 它是虚拟现实 非常重要的 一个内容生产 对 而且跟那个 360度的这个头盔 跟4K的电视 这些呢都是相关的 现在很多的 传统的这个电视台嘛 或者是节目商呢 还是没有 很好的4K的节目 但是这种 全网络电视 它自己生产的节目当中呢 很多都是4K的 它也引导了这种新的潮流 所以我觉得上面的四大看点 是今天CS最多的看点 但是像我刚才提到的 像3D打印啊 这个智能家居啊 还有可穿戴呢 也是值得关注的 智能家居 可穿戴设备 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 还有未来很多的 这个无人驾驶 智能驾驶技术 是今年消费电子展上 起大值得关注的 一个重点内容啊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这个内容生产商 也包括就是像Netflix 甚至包括乐视 其实都在涉足 有关于这个虚拟现实 其中的一个设备生产商 那还有很多 这个内容生产商 那还有很多的设备生产商 刚刚我们说的HTC 也在涉足其中 那么A股市场上呢 我们这一波消费电子展 能够映射到A股 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 A股相关的这种内容 内容 VR 也有一些 像这个头盔的生产商 现在我们 现在做广告也有很多了 那我们不要去帮他做广告了 但是有 我们看到有一些这样的 还有它的这个零部件 包括声音的 包括其他各方面 有很多的 都可以值得拿去投资的 那么VR 过去一年炒落 都会非常让人兇的 那么今年 我们看到这个 他们这些的 股价也是 比较高了 那么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 更好的产品 推出 那么维持这个 比较高的价格 好的 非常感谢 向今先生这一时段 一个精彩的点评 我们再次会订阅 我们再次会订阅 我们再次会订阅